鼓励小朋友远离3C电子产品养成储蓄好习惯 陶氏水当当关怀协会举办恐龙造型存钱筒亲自黏土同乐会活动 吸引约300名大小朋友参加现场还展示关怀协会长辈三年来的手工艺品成果 许多家长客串指导老师和小朋友打成一片 协力完成作品现场气氛欢乐又温馨 长辈带领着小朋友仔细的将手中的黏土刻画成心中想要的模样 为了鼓励小朋友远离3C电子产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台中市水当当关怀协会举办恐龙造型存钱筒亲自黏土同乐会活动 吸引约300名大小朋友参加 在暑假这个漫长的期间 家长们能够细带孩子来参加 让远远的夏天他们有一个好的去处这样子 又能够增进父子他们亲子之间的感情情语这样子 这个活动那个一远办的这个活动 可以增加那个小朋友暑假一个乐趣 参加恐龙造型存钱筒亲自黏土同乐会的对象 主要是身国小一年级至身三年级的儿童及家长 采网络方式报名 现场邀请台中市南区长青学院讲师教学 并由据点的长辈与陪同家长课传指导 协力完成作品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亲子活动 然后下次亲子活动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水当当的这些长辈 他们今天都会来充当小老师 小老师来教这些小朋友 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亲子共融 那这些长辈平常在据点 他们就是做些团康 或者做这些捏讨活动 让他们都很 很协和的一个活动 一个像一个大家庭 协会表示自2007年成立以来 定期为社区长辈举办才艺班及团康等活动 协助长者走出户外 培养才艺专长及休闲娱乐 这次也希望透过活泼有趣的活动 培养储蓄的好习惯 寓教娱乐增进亲子关系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